消息告诉大家高铁又出包了 今天早上9点24分左右呢 在高铁台北站的转车器发生了讯号异常 使得台北站到板桥站之间 南下轨道只可以单线运行 造成两列的班车被迫取消 还有五班列车是延后发车 光是在台北站这里呢 就挤进了快签名的旅客 是没有车可以搭的 由于这是最近以来高铁第三次出包 民众都很不满 而全台也有5000多人 因此受到了影响 这状况呢直到11点转车器才修复 由于转车器讯号异常 南下135车次取消 上千名旅客在高铁后车大厅 推着行李猛打电话 着急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因为高铁的转车器再度无预警突出 台北到板桥间列车完全无法行驶 我们也等了40分钟一个小时 你说取消 然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会议的人要怎么处理 他应该告诉我们几点要发车 然后叫我们等自由坐 里面有这么多人怎么等自由坐 快气炸了等了40分钟 还不知道车子开不开 还有人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笑话 他10分钟可是他还不宣布 我就只能等 所以我想说 以前都笑别人 今天我碰到 硬面机制不良让旅客空等 而转车器异常 也影响将近10个列次 直到11点过后才恢复领域 解除 但是还没有正常发车 就是把先前delay的办事都先往前 一听到有车 旅客赶紧往前挤 只是这一耽误 就是一两个小时 预计要到下午过后 列车才会恢复正常翻表 记者黄秀敏 卢一红台北报导